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始终不在香港 要多谢梁博士 梁博士都是一如以往 娇俏可仁 都是这么好人 在喝水 不要说这些东西 新年前 新年后 红当当 整个例子风 当然 一如以往也是 祝梁博士和他太太生活愉快 多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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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健康 多谢你 生活健康和身体幸福 生活幸福 多谢你 家庭幸福 最重要的是 身体健康 小朋友也好 你太太也好 白母也好 大家都 健健康康 开心心 我爸爸呢 你爸爸也开心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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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保佑我可以种一条金多寶 这就不行 那就不行 那就不好 那就这么贪心 叫先人去保佑我做这些事就不行 其实先人是活在你心中的嘛 所以你说得对的 所以不用那么贪心 有饭开 过得到就行了 有飯開過得到 也不是的 有時候始終都是那句 這些叫什麼 這些叫做知足者常逆樂 最重要就是知足自己 譬如很簡單 你的袋子有一元 你又想去找兩元 你的袋子有五元 你又想去找十元 這樣事情 你的生活得很辛苦 當然你基本開支不夠 你當然要去找 這件事是必須的 這件事是必須的 但是你能夠吃 能夠穿 為何還要去貪責更好的 有時候不需要那麼羨慕 本來吃得開心的東西 都吃得不開心 那就不好 問題來了 大家也知道 現在網上很多人 都在免書上 十年前和十年後 亦衍生了一個陰謀論 Facebook 也好 或者美國的政府 亦是因為要延伸 他的Face Recognition 的一個系統 將你十年前的照片 和十年後的樣子 和你做對比 之後去延伸的系統 這個不是陰謀背後 所以這裏就不說了 但我想帶出來 今集想說一件事 就是Adam 史德蘇魯說過 一個住屋問題 雖然今集是一個錄播 但我真的很想帶出來 今天 這個也沒有時間性 香港住屋問題 這二十年都是 根深替顧的問題 這二十年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這個問題 今天你也知道 我發出在Facebook 阿姨也有多謝罪惡 帶我去整個腳 跟那個師傅 做鐵帶師傅聊天 你這麼痛 還有心機聊天 哈哈哈哈 那我可以去Distract一下 你也很厲害 刮骨療毒 當然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其他事情 對呀 關公也下棋 對呀 關公也下棋 對呀 Distract你 Distraction是很重要的 當你一直被人欺負 很痛 你一直看著你的腳 會更加痛 但如果有人欺負我 旁邊有梁博士跟我聊天 吹吹吹水 可能會 distract你 我會覺得 今天我跟那個師傅聊天 就是講納米樓的問題 大家知道 其實在四、五年前 我最記得 第一個在香港的樓市市場 出現的納米樓 在灣仔 他當時 我會提到 服務式公寓 可能會有兩天內 或者三天內 有些人跟你打算 等等 即是當酒店式 反之而來 就開始衍生了 很多發展商 或者地產商 就開始慢慢 你不要想著 四位數字 幾多呎的樓 想著 例如 一層內 可以建幾多個單位 每一個單位 是820呎 至180呎 不等 所以我在說 當有這樣的樓 我覺得我們的台是很大的 因為我們的台有250呎 你想想 開兩間 可以開兩間來住 你要知道 有一個不知什麼樓盤 我忘記了 是E牌出來的 就是主樓 如何形容它 就是五步走光 即是開門 一二三四五 已經走光了整間屋 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納米樓 只有兩道門 一道就是大門 一道就是廁門 你知道 例如Open Kitchen 你以後 預期你也不會有房 百二呎 你有什麼房 當然 大家也知道 人要睡覺 一定要有床 就算你床多小 你起碼也要五尺半 你不會去到四尺 你亂攻敲米地睡 當你擺到床 如果有人高一點 那些就更大 就像我這些 真的麻煩 那怎樣睡覺呢 腳就伸出來 肯定突腳 不是打牌突腳 是睡覺突腳 打牌突腳 就沒什麼所謂 輪流打 還有一件事 就是有一些刺隔 因為積的問題 起到不倫不類 譬如洗手盤在屎塔上面 甚至乎 甚至乎 可能在街上 基本上 你坐在屎塔上 你完全無法轉動 甚至乎 你知道 浴缸 一定是棋缸 你不會有浴缸 棋缸 不是叫缸 棋位 我們叫Standing shower 我記得 蘇老爸說過 一進去的時候 就像我這些 有肚子 有肚子 都不能關門 那便一邊洗澡 水便一邊吹 當然 你也知道 你不是門 你看到你洗澡 你旁邊可能是床 你不用擔心 你已經有一個寬敞的住屋 不用擔心 我們真的是擠迫戶 你不會迫到浴缸 我都去過你家 我覺得真的有些很嚴重 好像很簡單 你做過一些金融機構等等 我們先說 Demand Supply的問題 我覺得 其實香港人也不值得 為什麼我這樣說 我用我的看法 我看梁博士同不同意 如果五年前 有一些發展商 做了一些所謂的納米 那時候沒有那麼離譜 那時候是二百多呎 沒有百多呎 那麼誇張 二百多呎 很簡單 身為香港人 這個是Demand Supply問題 如果我們是忍心 當然我知道 有些人說 你當然是這麼說 但不要說梁博士說 你當然有樓了 你必須擔心 不是這樣 即使我沒有樓 沒有樓也好 當然樓價亦高企 我明白 有些人忍不住 不行 我要做業主 老虎上車 一定是 當然 上一年 不要今年 今年19年來講 都開始回落 你知道最高峰的時候 連天水圍的嘉湖山莊 已經過萬一呎 好像做過萬多 對 很恐怖 你知道那個時候嗎 我很記得 那時候我有一位大陸同學 他剛剛結婚 那時候是二十年前 我記得我和他 因為那時候他沒有車 我駕駛 駛駛駛駛駛 因為他和他的女朋友 剛剛結婚 就說 我的東西都不想丟 不如麻煩Adam 你下午我家 因為他和他媽媽同住 就搬去新居 那時候我猜一下 你知道一呎多少錢 你好像很久以前問我這個問題 你猜一下多少錢 但我又忘記了 我又再問一次 兩千三 兩千三元一呎 他說 他覺得對 我說很遠 他說沒有辦法 將價就貨 我和我老婆 即將他未來老婆 加起來的人工 只是供得這個類型 但就是忍受長時間的交通 通常香港以前那種模式 就是 起了那裏發展了 那些路就還沒有 基建那些完全沒有 迫瓜市 什麼都好 路線 很少的 還有很轉折 可能你一個多小時上班 你熬了十年之後 就可能交通就開始改了 甚至乎 譬如嘉湖那邊 以前是大難地 對 現在有西鐵當然方便 但開頭沒有的時候 屯門公路又塞到爆 又未開闊新路 現在香港仔也方便 有地鐵 但是一開始 你住在嘉湖山莊上班 真的是一個多小時 真的可憐 對嗎 即是投了十年 你要捱十年 這個就是以前的模式 但現在納米樓更加可憐 對 你要記住一件事 為什麼我說香港人不值幫 很簡單 Demain Supply問題 你也知道 他們都是市水溫 即是我在說發展商 或者地產商 如果我們狠心一點 我們繼續租樓 當然我明白 可能大家聽到這個位置 你當然是這樣說 你上車我不上車 我當然是老虎上車 但你要記住 第一 在市場價值 什麼市場價值 很簡單 這不是我什麼專家 我想告訴大家 你能上車的 除非你真的一個男人 單身 如果你不是單身的話 你會娶老婆 你會嫁老公 我當你不想有小朋友 行不行 兩口子 試問兩口子 你怎麼住128呎的地方 不是不行 但你要記住這件事 現在很流行的 10 years challenge 我看見 我今天沒有截圖給大家 但我口述給大家聽 2009年 你用300萬港元 可以買到美孚新村 當然美孚新村 過熱四十年樓 你不要理會幾一年 起碼你上樓才可以說 2009年 用300萬港元 可以買到美孚新村 850呎的單位 2019年 你用300萬港元 當然你不要計算財產率 如果不是 我當你用同一個面積300萬 那就是有限數 你加上10年 就當你漲了四成 四成 差不多 四成 沒錯 你想想 現在的300萬港元 只能買到128呎的納米樓 你要看整件事 當然 你現在計算東京 紐約 紐約倫敦 樓價都高 我明白的 但是你要記住 現在一些 現在大陸地產 學了香港 深圳 但是 國家 這不是歌頌國家 我都說了 政府做得好的 我會賺 政府做得不好 我一定會罵 很簡單 這件事大陸做得好 這個把關 跟新加坡一模一樣 什麼 發展商入址 去組織 我買了一塊地 我入址 我要建幾多單位 怎樣怎樣怎樣 不批 為什麼 因為原來每一層 都像香港一樣 180呎 多幾十呎 180呎 所以 他們批 我不知道哪個單位 即是批 這些房地產的批文 那些 批文給你 你現在可以蓋房子 不批 為什麼 他的理據 這是對的 我覺得他很好 真的 我要讚的 就是 我們國家規定 每一個人 所謂的平均面積 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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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新加坡一模一樣 新加坡 一個家庭 如果說錯 有人矯正 一個家庭 最少 兩至三個 最少700呎 我們沒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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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有些人罵我 Adam 你跟新加坡 比不可以 說出來 但你當作隨意 其實已經不能再低了 是的 我以前都說 人有底線 人有Dignity 早前我看到網上 有些笑話 就是說 這些百多呎 納米樓 如果兩夫妻吵架怎麼辦 那丈夫呢 我們以前要睡 不是 他們說他的偉大設計 就是有露台 為何有個小的露台 就是讓她的丈夫站著 然後她說 如果隔壁人 兩個單位在這樣的情況 兩個丈夫可以互相打氣 其實睡都不行 只是站著 你不要期望 有個六呎的露台 給你 那個其實是冷靜 也有助她的夫妻 講和 因為你丈夫這樣站著 她無論如何都要想 藉口去求老婆 這樣就不會撐一整晚 這樣就不會有隔夜手 所以她有這樣的笑話 這個是OK的 最離譜的一件事 就是 有一些設計 是說 兩口子 甚至乎有些不是兩夫妻 有些是兩個人同住 我聽過 是不是事實 或者是未經證實 不知道 但因為房間太小 例如我和梁博士很友善 大家都是青梅竹馬 我又不夠錢上樓 你又不夠錢上樓 可能兩個都是馬一佬單身 不如這樣吧 每人扔少少錢出來 先上車吧 又是這樣說 糟糕 就是在說百多呎的樓 百多呎的樓 是怎樣 她是要在屎塔上 下面是做一個架 而Ritcher's的架 是可以睡得人的架 即是一個綠架床 但是下面是屎塔 你想想 多匪夷所思 我問我朋友 為什麼不是聽 聽什麼 有鬼聽同房 我剛才說過 一張單人床 甚至乎一些摺桌 你不要預期有飯桌 摺椅桌 因為剛才也說過 有些主流已經說過 一開門 一二三四五 第五步 走完 你怎麼可能會有多個架 而這個架不是輸架 是要睡人的 你自己想想 你要怎樣想 才可以想到 就是在所謂的床床上 你想想 現在我們香港人 有沒有尊嚴可言 我不是預期 我夫妻要住一千五呎樓 現在是非分之想 已經出現了我們的想法 我意思就是說 其實如果香港政府 是加速 我以前都這樣說 例如明日大嶼 填海 為什麼被人插到媽媽都不認得 因為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北區也好 或者一些偏遠一點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去填 不是叫填海 可以去建屋 其實你知道 譬如郊野公園 當然有些人就在說 譬如好像哥爾夫球場 都被人罵了 有些人說我要開會 有些人說 哥爾夫球場只有一個 但是郊野公園很多 對 兩個都是不同的理由 你自己想想 明白的 譬如你郊野公園 一些山區 你都需要一些時間 但是你都說 你做每一件事都有短、中、長、線的計劃 有個計劃 但是香港政府 就不是 簡直是 一定就是 沒有地 建多些地 填海 其實填海 大家都知道 好像梁博士 我記得上次在SOLO也有說過 填海之後 地基的問題 會不會有沉降 我們不是專業人士 我們不是 但是問題 會不會有沉降問題 這個又要看看技術 還有 我有聽過 有技術問題 亦都有 沉降 就要看看你用什麼去填 所以你要知道 因為垃圾堆填區也不同 垃圾是容易沉降的 但如果你不是用垃圾填 也不同 會不會用石屎來填 就是用石屎來填 用石屎來填 但是那些成本就貴 堆填區是垃圾 我再說一些我看法 我為什麼說香港人不值幫 如果剛好四五年前 有一些納米樓在市場上出現 如果我們香港人 完全是不買這類型的樓 你覺得會怎樣 很簡單 地產商是計算 香港還有一批人 是投資住宅的 其實未必一定是我們想像是炒家 其實我們有些伯母都有買樓來投資 但是不會有百多呎 沒有所謂 即是有市場 香港人說真的 我就不會買樓來投資 因為我覺得樓是拿來住的 沒錯 即是我有飯開有食 我就不會去貪責那份錢 你喜歡投資的就買股票 有些投資工具 我自己覺得 住宅就不好 最好大家不要拿來搶櫃 別人要住的 這些真是職業 但是有很多人就不是這樣想 有得賺就捐進去 這件事是我易經老師教的 他那時候 2003年之後 2004年之後 他看到市場 他知道樓一定升 他不斷叫人家 沒有樓的需要樓的 要住的叫他買 但是別人叫他投資樓 他不投資 別人笑他傻仔 但是他認為不應該賺這些錢 這些我看到 我也學習 我也不會賺這些錢 但是很多年代 很多人買幾層樓來投資 例如快要退休了 就買多一層樓 又買多一層樓 那些就是要記住 這間接也幫了香港 造成一個炒風 沒錯 這是真的 其實來來去都是 需求供應問題 你沒有這個需求 你怎會有這個需求 如果我不需要住 我就堅決不買 其實已經少了一堆需求 沒錯 但是為什麼你又去投資 收租穩固 這是一個說法 還有一些國內人士 又下來 這個也是 又下來 有些熱錢又下來 因為香港已經形成了一個市場 香港人自己會買樓來投資 收租已經是早些了 再後來 到國內開始多錢 即是21世紀又下來加入大軍 其實這也是部分的推手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 當然 這個我同意劉博士說的 不一定是用家的 可能有投資者 甚至有國內的朋友 你要記住 其實始終我自己覺得 這也是歸咎於政府的 短中長期的政策 因為說真的 曾蔭權 你不要算董伯伯 董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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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我會拜新加坡呢 我有理據 譬如聽Solo 你也知道 我不是口說 我拜新加坡 Adam 你背後的理據是什麼 很簡單 人家說的是 有一些計劃 有五年 十年 到二十年 當然 真的有計劃 去長遠的人口 但香港是 八萬五年之後 就沒有了 有些人都說 歸咎於什麼 當然 深圳有百多兩百人 每天都下來 不是深圳 其實這些規劃到的 不是問題 很簡單 只是轉而視線 我問你 新加坡黏著馬來西亞 大哥 而且新加坡引入很多移民 因為他自己不夠人 沒錯 比例上引入肯定比香港 這就是規劃到的 譬如你很簡單 人口政策問題 等於我自己說 日本人為何要人口怒化 因為現在你看到一個 杜三國 他們都很麻煩 我又再說回香港的金融結構 香港政府是沒有權主導金融政策 這是很大的問題 香港貨幣發行制度 香港的貨幣基礎是由外商或大媽撒投資 拿美元進來換了 換了抵押 給你抵押才能印到港元 如果他們有打本來經營香港的經濟 你不可以不聽他們的意見 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相信他們 總之香港做官 變成我順著 第一 外交主權不要得罪中央 然後經濟上不要得罪大媽撒外資 我就穩固了 沒錯 現在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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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什麼要做得這麼急呢? 這是另一層深層的陰謀論 他是真的有熱誠 做出來被人懶惰 還是他根本就特意被你懶惰 以後就不用做 當然我這些完全沒有證據 也是這樣說 這個給大家一個多方面的考慮 但八萬五之後就真的沒有計劃 怎麼搞呢? 沒有辦法 現在就是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你選擇在某些... 我覺得我跟Adam接近的是我們看東西看大整體的 其他就不是很接近的 不是 我們看東西看整體的 你不會歸咎某一類人 譬如說每天有多少單情證下來 沒有關係的 或者歸咎於某一些... 你想想七百多萬人 versus... 你是整體規劃的問題 對啦 你七百多萬人 versus那二百人一天 你就算吧 二百人一天的話 其實你一個月都是那六千人 如果你是有計劃的話 我們看香港的發展 其實一路是逐區發展 其實很多田海地 或者各種類型的地 開闢郊野或田海是很大量的 而且他的公屋和私人比例 現在是三七 他們覺得想做到 我們這十幾年有什麼新區開拓呢? 沒有啊 不是有的 就是垃圾堆田區 心亢神異 最慘的是什麼 日出康城那一群 就是心亢神異 你知道我有個朋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親戚朋友在那裡住嗎? 我有幾個朋友在日出康城 你知道哪裡嗎? 我知道 我都說得出心亢神異 他都說得出心亢神異 因為那次我在中午的時候和他吃午餐 剛好他身高入伙 說不如八下上一上 不可以開窗 即是某些風響的時候 厲害了 果然是梁博士 那時候因為他沒有吹那邊的 因為他向西南的 就沒有吹西南風 我說沒有啊 沒什麼 我心亢神異 我心亢神異 即是夏天 夏秋那些時間 哇 那些真的大禍 可能開始就轉了 吹東風 哇 那些味道 真的好像腐屍 也不是腐屍味的 酸酸縮縮縮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知道是哨水的味道 差不多 酸酸縮縮的味道 哇 他跟我說 第一 這些情況一定要關窗 第二 一定要長期開冷氣 因為他有小朋友 一定要長期開冷氣 如果不是的話 他會說最差的是什麼 他會說是令枕頭被鋪有的味道 很恐怖 你也知道 蔡康城都是一些中產 不是便宜的 不便宜的 你要想想 在這個情況下 有些人當然不知道 例如阿體樓 因為你也知道 蔡康城不是一層的 是整個屋園的 是漂亮的 看法是多漂亮的 真是多好 如果我們看回整個規劃來說 譬如我們政府這十年的辣椒 其實只是限制了二手市場 其實沒有幫助解決問題 而且沒有幫助真真正正的 沒有解決問題 搜尺置業而自用那些 造成新樓更好事 更好家 你要記住 有些人說搜尺 你要記住 究竟是不是搜尺和自用呢 我搜尺置業 未必是自用的 你明白嗎 我搜尺節目可以解決 你給我選擇 我對於空間很重要 所以我以前是長期住唐樓的 唐樓的實用面積 有沒有達到九成八 我不懂計算 因為現代的樓是偷了你 唐樓是六百尺 真的很大 我以前住唐樓是六百五十尺 但是現在一千五尺的樓才有這麼大 現在也差不多了 我的廚房可以放兩台麻雀 廳距離電視機十多尺 但是我最後沒有辦法堅持住在這裏 我住了十幾年之後 因為發展商收樓 我最後也搬去一些 我同樣的價錢 自己去買 但是一定是小了 不過就有升降機 因為現在香港法例 例如一間樓的業權收到四成 八成就可以強拍了 八成 超過五十年樓 因為大家知道 可能有些五十年樓的樓 第一 業主過身 有些可能是移民 還有很多新投資者是落釘的公司 其實辣椒是幫了他們的 因為普通人不敢買樓 又按不到 變了他們就全部拿了 普通人想買來住 你也難買的 因為它基本上是一個大賊 它負責收 收了業權 然後一套就賣給你 很多政策 貸款 銀行政策 所有政府政策 都令到你 你想買這些堂樓來自住的人很難買 變了我唯有賣給他 價錢做不高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不是說叫你們這樣做 譬如有些我媽媽的朋友 他早十年的時候 已經看到一些舊區 第二 舊樓 這些正式也是我剛才說的那種 即是我的伯母 不是我媽媽 我不要學一下 看舊區 舊區之餘 看舊樓 他覺得差不多了 這些樓都在發展 對 發展 即是那些區域 你也知道 很多舊樓 但你也知道 恆基 不太說了 這是事實來的 恆基一直不斷收 譬如說浩亭 恆基一直不斷收 隔壁都在收藏 全部都在收藏 即是整個地區 它有雙年效應 即是等於紅磡黃埔 李先生 一直不斷收藏 你也知道 其實他們也有一些 所謂的市場觸覺 但我覺得 我幫我梁博士 樓其實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當然 大家也知道 其實 大家也有一個概念 根深替故 就是買磚頭最穩固 當然 收租投資 其實是不是香港 政府和商家長時間 沒錯 還有Dominant 還有教育你們 即是有大莊 有二莊 有幫莊 你們的普通小投資者 協助幫莊 這樣才能組成棚 沒錯 但我覺得 你股市無口非 但樓市都做到這樣 可能這就是所謂的香港特色 大家也知道 都是這樣搭棚 沒錯 你不要只在香港 甚至去到Wall Street 都是一樣 你沒有那麼多小投資者 你是做不忘的 沒有可能的 你每次都是大莊出來做 人家 人家怎麼會相信你 誰相信你 所以他們要給你一點利潤 你的小投資者 股市是合理的 你只要不要欺騙 不要欺騙 但是樓市 都是用這個模式做 引起很多現在的問題 現在就是很多問題 而政府也發揮不了 那種規劃監管的角色 沒辦法 剛才梁博士說過這件事 其實他們的 favor 是偏向大財團 或者大媽手 所以沒有辦法 因為有些事情 你想想一下 林鄭 你不要計算中央 林鄭或者這一群的管治團隊 即是香港政府的管治團隊 怕不怕這一群的大媽手 或者大發展章 其實就算 所謂反對派都是怕的 當然怕 兩邊其實都不可怕 其實基本上這一群人 我時都這麼說 他們只是打工 他們只不過是我們中產的縮影 只不過現在 他們在一個高高在上的地位 在香港政府 有些所謂的決策權 基本上他們只是打工 你知道每一個政黨背後 都成立了有限公司收顧問費 那些顧問費是誰付的 難道我們付嗎 其實真的是我們給的 我們是垃圾人 那不是政府錢 商家各種的展覽 或者很多活動項目 都要找他們做所謂的顧問 現在不是的 是合法的 除非顧問之外 你知道某一些政黨等等 你也明白的 例如某一些日子 籌款 捐募等等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 你不要小看 大家一次的說 一百幾十萬 是在街頭的 你不算背後的 例如梁博士說台灣 有些黑金 大家就知道了 都是合法的 不過 他不會告訴你 你後面的水口 你明明都不知道是誰 如果大家看多一些時事節目 或者有些 台灣報紙 你們就知道 其實 原來高雄變天 八月初已經有財團在賣地 他們是有消息的 你想想一想 以前高雄 很簡單 大家香港人的話 高雄說的 大家也知道 最出名的港口 但多數都會想台北 這些地方 高雄其實 不怕說 因為我的舅父有很多 都是住台灣的 其實高雄是 他們的眼中 台灣人本土 眼中的二三線 尤其是這十幾年是落後的 相對其他地方 為什麼呢 就是接下來台灣的總統選舉 甚至乎 他們的市長選舉 為什麼那麼多人 除了台北市市長 大家也知道 柯文哲 除了這件事之外 高雄也是一個必爭之地 但本來沒有人想到 國民黨可以做到市長 因為高雄市 他現在的大高雄市 就是原來高雄市和高雄院合併 高雄院是民進黨三十多年了 高雄市都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沒有人會想到 他會沒有資源的情況下 但其實真的 怎麼會沒有資源呢 我們九月初的時候 我也看到他 有錢進入 證明有信心 不會無端端 這個世界你沒有錢 怎麼搞政治 這些不死得人的 一定有背後有 金主有他們的一套 有計劃 但我們只能夠是估計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參與 我覺得你這個估計的成數是挺高的 這個中的命進率也挺高的 如果你的政策不行的話 你又做不到生意 沒錯 我們先說回香港 我們不要說太遠了 我們時常在說 例如我跟Cistiel聊天 大家也知道 我拍檔比較幸運 因為起碼他的父親 都有一層樓給他 你不要理會 這層樓是十年二十年三年 起碼有阿姐的樓 現在我們 我時常都是這樣說的 我們死了一輩子 不死就大半輩子 但問題是 未來的新一代 例如大學畢業員的朋友 或者現在正在讀書的 不要計算 剛才大學畢業員的朋友 最新的數字 大學生的新就業的中位數 是一萬二千五 大家想想 我當時 25年 我們齊頭的計算 出來的話 我都有萬六七 我不知道你多少 可能你更加高 我都有萬六七 第一份工作 你要想想這件事 大家不要計算 Infinition Rate 你只計算數字 In terms of 數字 Numberize 計算 以前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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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現在很多 當然 我用了少量 豆豉鯪魚的例子 十年前 你不要計算25年 25年可能誇張一點 當然要這樣說 我和你計算10年 一罐豆豉鯪魚 10元有罩 十年前 現在一罐豆豉鯪魚 減價也要30元 不減價也要38元 39元 一罐 你自己想想 現在我們 一個所謂的 大家知道的 一個叫做 A的index A的index 是一些必需品 必需品就是柴米、柔鹽米、柴米等 這些必需品的指數 是在這五年內 是倍升的 即是說 一些所謂的luxury goods 不計算了 Index C Index B 就算你多窮也好 你也要吃飯 你也要煮菜 換句話 我忘記了一個 叫做必需品 茶米、柔鹽的必需品 都是在說倍數上升 你想想 剛才我都說過一個比例 三百萬 十年前 美孚新村 850呎 現在三百萬 任何的地方 百多呎 你可以買到這層樓 即是你要看到 現在的大學生出來的話 其實是挺慘的 是嗎 很簡單 如果我和爸爸媽媽 去住公屋 這樣計算的話 可以現在有一個trend 就是 不理三、七、二、一 每一個朋友仔 到了18歲 即時申請公屋 這是一個trend 當然大家知道 你也不預期這麼快 可能快至五、六年、六、七年 萬至過十年以外 玩手裡結婚的話 都未必可以排到 但問題就是 這是一個 挺悲哏的 你不要怪我 再用新加坡來比 新加坡是完善的政策 例如是社交安全問題 駕駛的問題 它會很flexible 現在是有計劃的 例如是mpf 現在是死股股 你六十五歲 除非你移民 你就開放 香港當時 中央公積金 其實是 我本人支持的 但是當時的立法會議員都推翻了 結果就是 私營 私營就散修修 你就可以做政策了 全部銀行 保險公司都可以做 我想怎樣 他們不同意 對 我明白的 如果政府有一個機構 是政府成立的 或是半官方 你可以先進化 我看法不同 但現在 銀行 保險公司 基金公司 什麼都可以做 什麼都可以做 然後你說要拿來做某些 例如買房子的時候要轉過來 他說不行 我們買了資產 不流動的 什麼都可以 他給了很多的門檻 沒錯 那你是沒辦法配合到的 沒錯 所以我都說了 第一 因為你死了 你家人可以拿 第二 你一天就移民 如果不是的話 不乖乖地 你等到六十五歲 你才有 尤其是你說得對 當然有些保險公司銷售 我幫你去 consolidate 你大家都知道 我做A公司的 可能他是A保險公司 我做B公司 他是B銀行 你明白嗎 說真的 我只是打了幾份工作 幾家公司 我都打了頭 我都打了一分 那些帳戶都要去哪裡 我還要想 還要consolid 所以你要知道 第一 已經衍生到 一群人 已經是一群憤怒的 說真的 我當你儲到 我當你二百萬 你六十五歲 可以拿到二百萬 用本金來計 例如你每個月 一千萬 你也知道 員工一千萬 公司一千萬 我先當 六十五歲 真是怎樣 捱生捱死 始終都有一塊錢 帳面 你不要算是蝕與賺 甚至乎 我填一個高危險 或者保守 你不要計算 我當你 賬面二百萬 我玩手 跟你說 你收到一百萬 可能你也要偷笑 因為第一 你知道 你有一個 risks 第二 你有一個 management fee 當然 還有一些 實報實銷 在裡面 扣你 那些沒有跟你說 完全是hidden 所以我時也跟你說 我當你賬面 記住 不是實收 我當你現在計算 死數 你的僱主 一千 你自己一千 好了 我三十歲 開始做 當然 大家知道 NPF什麼時候 2000年開始 NPF好像是2000年 熬到65歲了 可以拿到兩球 糟糕了 為什麼只有一百幾十萬 你要知道 其實我們是被人 剩下的 如果你有看 他們的條款 你就會知道 他不只是收你 兩個percent 三個percent 的NUV 不止的 所有 為你管理你的基金 而產生的費用 都跟你購買 沒錯 等於我們去醫院 用一張廁紙 都是我們購買的 沒錯 你不要以為是免費 他不會送一張廁紙給你 甚至乎你生日禮物 他寄回的禮物給你 也是在你那裡出的 所以大家要 聽Solo 會有一些concept 就是 第一 你如何理財 第二 你要如何面對自己的將來 大家要知道 這件事 就是 我剛才說的 就是大學生出來 剛才也說過 以前我們出來的時候 我當你只有一萬四五萬五六 有些優才生的 一出來可能已經兩脾幾 都不奇怪 但問題就是 大家有沒有真的想過 為何這二十幾三十年 我們的物資會倒退 不是 應該是這樣 物資就上升 我們的income就倒退 當然 每一個國家的政策 就有利有弊 所以我用了日本 本土的政策去說 當然 日本大家知道 是那個 living standard很高的 即是掃地的審 可能都是賺兩三萬的 但你也知道 他們的living standard 亦有這麼高 即是大一條數 但是 日本政府 雖然他外債 或者自己的國債 是很高 他是負責都很重 但是他是 favor to 國民 我時也這麼說 我用一些很顯錢的方法 我怕有些人不明白 就是你十年前 很簡單 或者二十年前 你買一罐汽水汽水 100 yen 十年之後 或者十幾年之後 你都是用120 yen 即是20% 你和一罐日本的可樂 和香港的豆豉鯪魚 你就知道 究竟那個difference是多大 一個是有規劃 一個是沒有規劃 你沒有規劃的話 有規劃就有利有弊 沒有規劃就一定是 是弊了 他沒有辦法 沒有能力規劃 其實我時也覺得 政府已經是out of control 在市場 沒有能力規劃 他應該沒有能力 你不要再說樓價 甚至乎我們一些最需要的副食品 不要說主要的糧食的話 其實都是市場主導的 有時都說 市場主導 誰不知道 那你政府來把握嗎 對嗎 現在香港完全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規劃 只是大家找借口找理由 就算政黨也是 即是轉移了你去憎恨某些人 或者怎樣發洩了他就算了 但過後了有沒有解決問題呢 沒有 有沒有指出那個核心問題呢 沒有 所以我時也這麼說 香港人是真的很慘 即是你的sense of belonging 又沒有了 好了 你不要計算了 因為sense of belonging 又牽涉政治 牽涉陰謀論 即是說香港人 中國人 不要說了 不要計算了 例如我和梁博士 都是八十年代開始做事 有一群不問世事 不談政治的中產 為什麼呢 因為那群真的賺錢 你不要搞我 我總之生兒育女 我只是賺錢 香港人傳統都是不講政治 對 所以我80年代都很出名 當時是八十年代 香港人是政治冷感的 好了 當然了 中英聯合談判等等 現在衍生了很多事情出來 這裏不說 但其實也不是冷感的 以前是 因為香港是很多不同的陣營 在這裏衝突的 可能你一家人裏面 可能大家兄弟 一個就打左派攻 一個就打台灣國民黨攻 一個就打美國攻 變了你 有很多東西 其實大家都知道 找一口吃 不用這麼認真 回家吃團年飯就照吃 對嗎 佔中也很認真 梁博士 你有沒有被人unflank過 博士 我就是覺得 為什麼你要這麼認真呢 那些人在這裏拿著數 即是搞手又拿著數 然後這邊 你為什麼又跑去這麼認真呢 可能我這樣看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香港人 又是不值得 香港人很喜歡看片面的東西 他不會再 in-depth 描述 究竟 What's really happening 你正在解決什麼問題 沒錯 你正在解決不了 你正在針對什麼問題 對 還有 最壞的是傳媒圈染 老實說 如果你說佔中 是因為沒有樓住的 我可能會支持你 我也會 我第一時間 你要解決住屋子問題 共不同 你說虛無飄渺的東西 是不可能實現的 爭取民主 我時也這樣說 我不怕說 不是政治 但是我在蘇魯都有說過 什麼平反六四 爭取雙普選 什麼一人一跳 你不要跟我說那麼多 你先給我一間屋子 你先給我一份工作 如果我們了解到世界上各種制度背後 你所謂的民主國家都是大財團 控制了很大部份 你普通人可以說到多少話 其實人性也是這樣的 你自己撤身生命或者生活 受威脅才會出聲 要不然老闆說誰就誰 所以我沒有喧嚴 這是我自己估計的 香港人去到一些位置 譬如現在我們回歸了超過二十年 但現在的情況我看到 並不樂觀 並不樂觀 是說什麼 是說人隱有一個限度 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地方的朋友 隱有一個限度 如果你這麼官逼民反 一定會 因為我時也說得一件事 你很簡單 譬如我有份工作 但問題就是 我上次很輕鬆的Solo都有說 現在我吃個下午 六七十元 我吃個晚飯 一個人 六七十元 或者八九十元 再壞一點 不要去深水埗 深水埗當然便宜一點 但你要記住 一個住屋 一個運輸 即是說車 即是一個運輸系統 甚至乎一個食物 坦白說你多窮 你多有錢 你要吃吧 是不是 好了 你要坐車 你有份工作 你要坐車 除非你這麼幸運 我的公司在對面 我走路都到 單腳跳就行了 很簡單 大家很肯定有人會認同這件事 香港的交通費 是很貴的 很貴的 等於我時也這麼說 Jerad有時跟我說 例如他住在工作的地方 可能來到 不是那個海 來到澳海城 或者大國座 一程都要二十多元 來回都要四十多五十元 你說香港的乘車是否便宜 我絕對覺得不是 絕對不便宜 當然你不要計算澳門 有些人都說澳門乘的士比香港更貴 如果你這麼說 不如你給孟加拉 柬埔寨更便宜 澳門的經濟模式已經很明顯是高消費的 做外地遊客生意 所以我在蘇魯都有說 澳門人都很慘 當然 我也說了 我遲了十多年前 當時跟家人去 吃一碗雲吞麵 十多元 現在吃一碗雲吞麵 七八十元 你想想 人工有沒有加過 他們也是 當然 說真的 澳門有一萬元 吃你一輩子嗎 一萬元 你要記住一件事 有時要計算數 一萬元一年 你除了十二 多少錢 你只是說八塊水 一個月 八塊水你能吃什麼 我們先說回香港 我想先說 我想討論 今集 討論新一代的情況 如果沒有負任 或者沒有家人 有屋 你要租屋 你不可以一輩子 跟著父母 跟著父母 當然 有些人真的會 我們先不要說 exceptional cases 我們先說 一些正常的情況 譬如你生兒獄女 甚至乎你要結婚 你跟他太太生活 你是不是真的要跟家人住 譬如我理想 可能你老婆不喜歡 相見好和住難 那就租屋 你不可以不租屋 你買又買不到 你一定要逐租 現在的租金 大家都知道 沒有回落的跡象 因為你要知道 樓市現在開始緩和 你一定要租 每一個人都要租 所以租金在香港 其實的factuation不大 亦都不會 你不要看是跌20-30% 你想也不要想 其實一群人都很慘 例如 住 例如 吃 我時都這樣說 亦都要compare 以前我們大學畢業之後 我們都有一個 有個goal 可以讓大家看 可以讓自己知道 例如我給家人 我自己節省一些用 或者基本的開支 我最差勁也好 例如一萬多元 我都起碼儲存到兩三千元 每年都會加薪金 每年跳公司 升職等等 起碼儲存幾千元 以前 我都起碼有一個目標 我看到 我儲存了五年前 或者十年前 我可以儲存到首期 再供 譬如認識了老婆 認識了女朋友 可能兩夫妻一起供 這是沒問題的 但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想想 現在 天水圍都是過萬 雖然現在回落了 去到九千多元 你想想 你怎樣去買一層樓 你是想不通的 所以我都可以理解 現在的年輕人的壓力 為何這麼大 真的很大 這是絕對 真的 可以理解 真的 你沒有負任 或者家裡 不要花一點點錢 你不要花很多 花一點點錢的話 你基本上 你不要說供不供樓 供不供樓 現在是另一個問題 你已經是沒有能力 去做一個首期 你想想 一千萬樓 現在有點狹窄 你打算有二三百萬樓 而且你再搞下去 你租住也有問題 是的 你就會害怕這個 你說我算了 我一輩子不買樓了 我租到老 我拿中緣了 你也可能 維持不了 最慘就是有一群甲心 是的 即是高不成 低不就 中緣又拿不到 但是我的薪金又不夠用 你明白嗎 最慘是有很多一群這樣的人 有 有 因為現在世界的發展 其實不只是香港 美國也有一群這樣的人 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更加多 有群人真的無緣無故 中產變了流浪漢 沒錯 我們現在看到現在的世代 香港是比較明顯一點 但其他地方有些地方都有 這個世代的人真的是 這是一個問題來的 資源不夠 食物我們現在人口越來越多 為什麼有那麼多基因食品 有那麼多有害的食物呢 你要被迫著吃 生產不了那麼多 還有這是沒有選擇 我最記得陰謀背後 梁博士還沒有加入我們星會網的時候 我最記得我說的一件事 這個也是事實 你在美國買一棵新鮮的菜 4元美金 但是你買一個麥當勞餐 2.99元 3.99元 你自己想一下 因為他做不到那麼多的 原來那種天然的食品 對 沒錯 唯有就是靠這些 來養患你們 對 沒錯 對 那是沒有辦法的 你人如果沒得吃的話 就會亂的 最基本的那個 這條底線不能碰 任何一個地方 你住的話 可能我都可以忍受到 你吃都沒得吃 一定會爆發的 一定會亂的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這些 所謂大陸那些 雜交水道 現在鹽簡地想種水道 其實食物的問題 其實都是迫切的 水、食物 我們看得到 不過你覺得對的 因為全球人口現在已經 一直增加 76億多了 76億的差不多 就是77億了 就是77、78億 我記得 你不要算盧旺達 肯瓦那些 你那些發展緊的國家 你不要算盧旺 因為說真的 他那些都是根深蒂固問題 這個不要說 說真的 大家知道 現在中國大陸的 接下來一年 兩年、三年 一個長期的政策 其實他們都放了很多 一些投資 在非洲那邊 是 你也明白 這個大家都明白 我想說些什麼 我們不是想說話 我們說回本土一點的東西 我們說一些踏實一點的東西 就是我們接下來 這十年 二十年的話 你不要 記住 記住 以前的政府 你不要說 到底是港英政府還是什麼 現在是全球化的 即是 globalization 也好 或者 standardize 也好 你們不要覺得政府會幫你 即是我不覺得政府會幫一些人民 以前不同的 以前真的要去想一些 social welfare 你看回現在 你看到 我們的教育開支 我們的醫療開支 我們的老人家開支等等 它不是削弱 但問題你會看到 不是以前的做法 以前是有增無減的 我現在不是說它減 但是 那個 percentage 一路一路 其實是一路小的 你看到 那個差距 甚至乎 兩日圍出我時 都會罵 譬如說劏房波 你放了很多的門檻 是給我們有需要的朋友 第一要填 N 這麼多的方法 然後去設 N 這麼多的門檻 等等的東西 其實是為什麼 這件事我要稱讚澳門政府 你不要管 究竟你有一張身份證 No matter 沒有三星的 一半 有三星的 全部都拿了 這些就好 你想一下 為什麼我在蘇魯罵 只是這四千元的行政費 被人聽到都笑了 三億一千萬的行政費 很簡單 我現在的數字出來了 只有二百多一萬人 可以拿到這四千元 你計算一條數 二百多萬乘四千多少錢 現在的行政費 三億多 你不如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我不知道 因為我又不是回紀斯林出身 那你二百多萬 二百五萬乘四千 那二點五就是 一萬 一百億 一百億 即是兩三個巴仙 花費 但其實 有些事情 其實我也很懷疑 他在這裏說 現在我們這屆政府 就是想建立管治威信 但其實他好像做的事是反過來的 你說一句我真是忍不住 他背後 我真的很認真地想 我知道 即是他真正的 我不是笑你 我當然是在笑背後的管治威信 被人罵得很快 可能他真是反過來 他心裏 或者背後的老闆 要他破壞威信 我們怎麼知道 即是等於特朗普 我沒有任何前設 我沒有任何事都開放 因為我沒有證據 我不是說他是這樣 我只是提出一些開放問題 我們有時不可以 在不同方向想 你不可以想死 一定是這樣 我們都是一路等多些事實出來 再判斷 不同角度看是好的 要不然你想死一件事 大家就衝突 其實我覺得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佔中就是這樣 所以我時也這麼說 美國也好 國內也好 香港也好 英國也好 現在就搞了兩極化 好像很簡單 現在是文翠先生 也很糟糕 大家脫不脫中間 兩極化來說 我亦都體會到 有些地方勢力 想造反的 當然支持你搞這些 等於佔中 當然支持你搞 當然亂 但問題是 如果你說為了沒有屋住 而佔中 對他們沒有好處 他們就不出來 就不給你錢 你以為這麼大場戲 不用錢嗎 要有很多資源 很多資源 你運東西 不只是錢解決到 沒錯 很多人物 如果香港的物流公司 香港的大老闆說 我不幫你做 你會死吧 你這麼多人吃飯 開頭 天天三餐 物流都已經死了 香港的特色 大家看不到這件事 當你佔中 當然 早期當然不會 到中後期那些時間 為什麼有這麼多社團參與 你也知道是什麼事 當然啦 當然啦 還有 去到中後期 好像大家都想拖久一點 對啦 大家想拖久一點 雙方 但你明知有沒有結果 當然啦 大家想想為何要拖久一點 有什麼好處呢 等於這件事 我做份散工 我做份散工 老闆叫我 抬這十雙一出去吧 我每天就抬一上 如果我一天就抬十雙一個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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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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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為了解決民生問題而佔中 那些政黨都不會幫你了 立即不會 所以就搞不起來了 沒有資源 對嗎 所以就是這個 悲哀 悲哀 比如說遊行的 大家也知道了 科水那些建制 大家也知道這些是一些 不是秘密的秘密 當然 大家都知道 你沒有錢就搞不起來了 你說佔中派飯盒就跟科水一樣 你沒有資源就做不到 沒錯 你誰派飯盒 很簡單 難道真的有這麼多個明哥嗎 你的物流公司 讓你免費做嗎 對嗎 對嗎 明哥大家都知道 好人 但你不是每個人都是明哥 當然不是 有這麼多個我們香港就好 對 如果有這麼多個 說真的 一個負責善食的 一個負責住屋的 一個負責支援的 大家有能力的 大家一起出來想想 怎樣可以好一點 當然不會 說真的 李嘉誠你知道 在CY的時間 我也是這樣說 如果聽漏了 我告訴大家 我最記得 Modern Terminal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那次他不是 on strike 對 那個負責碼頭 對 Modern Terminal 是on strike的 你想想 我最記得當時 張建宗做勞工及事務局局長 沒有出來 沒有出來調停 沒有出來調停 繼續做 你們 到了最後 差不多了 感覺到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談好了 那些混蛋就出來了 那時候 CY做行政長官 你要知道一些 事情你就知道了 對 很簡單而已 對嗎 難道說真的 我是超人的話 我跟傳媒說 是呀 我現在撤走 你瘋了 當然不會說 你打死也不說 我會說 我會後面 我會後面 做事 當然啦 有些事情 一說退休 英國又爆他了 對呀 對呀 你要知道 這個世界 騰騰呱呱呱呱呱呱 對呀 每件事都有理由的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都這樣說 例如中央 這一群的建制 你以為中央不想換班子 說真的 當然是想換 還有說真的一句 十個有九個都做生意的 你覺得中央那群沒有黑材料在他們手上 當然有 怎麼會沒有 每個人都有 看看會爆誰出來 當然啦 對呀 深入豪門 深似海 深入豪門 深似海 這個沒得說了 吃得鹹魚抵得汗 你做得這飯 做得政治 無論你歸哪飯 你都會有東西 有東西給別人 拿著的 不拿著你 就好像 脫死馬奴 對呀 我剛剛想說 陳維靖先生 說不肯 最初叫他勸他 不要出來選了 他不聽 不聽就馬上爆他的資料 馬上爆料 很簡單 你要記住上面那群 我們那群 精英 在陰謀論的角度看 叫做精英 全世界都是精英的 對呀 他怎麼會不拿著你的資料 很簡單 你下面的那群人造反 等於你一間公司的老闆 你的員工造反 你 就扯你 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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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香港 結構性的問題就是 你的主權是回歸 但是經濟 金融 不是回歸 對呀 對呀 變成你在 甲逢中 更加 如果我是外資的話 我 賺盡了走 主權也不是我的 對呀 所以我一直都這樣說 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這群高官都是打工而已 即是他的前途 譬如很簡單的一件事 我現在退了下來 不做了 大家看到譬如曾蔭培 曾蔭權的弟弟 退休之後過完冷河 就有一身世界製造非執動 就是這樣選擇 他們那群人是中產來的 他們也要去飯碗 但是問題 我覺得香港這段時間做得差的 就是法治問題 第一 選擇即執法 大家也知道 譬如說UGL事件等等 你要知道這件事 現在 當一個地方 不是法治 而是人治的話 這個地方真的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 你覺得嗎 我不是很信法治 應該這樣說 因為香港的系統問題 是解決不了 所以不同利益集團 香港人變成磨心 香港人變成磨心 最大的問題在這裏 也沒有人為你們著想 沒有 沒有人當你是自己的伙計 這個問題在這裏 這是真正的原因 而且你要靠自己 最重要的是這件事 很嚴重的 因為你說法治 這世界哪裏是有單純法治 當然 一定是以國家利益 或者整體利益 我明白 這個大家都明白 尤其是聽到我們聽眾 聽到陰謀論 大家都知道 但問題是 他連表面功夫都不做 因為現在整體利益撕裂了 沒有了香港整體利益的規劃 沒錯 究竟這群大媽撒裏面有不同的範疇 所以擺不平很多東西就會 借了小市民來做出口 我意思是 有點像古希臘神話 神仙打架 我們凡人也遭殃 這個比喻多好 但我意思是 法治和人治的問題就是 以前 你有些表面的事情都會做 因為他們內部說得好 但問題是 他連表面的事情都不做 他說法治論網 他說你說什麼 你明白嗎 他仍然都是繼續做的 他想做的事情 你明白嗎 這是一個很恐怖的問題 這是一個 不是一個 叫 但你要看到現在 在香港每天都在發生 因為這個矛盾 是一個表達 也是的 剛才你說得對 神仙打架 我們凡人都遭殃的 一定遭殃的 很嚴重的 但問題是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很多時候我都收到很多 P.M. 譬如做完梭佬也好 或者做完陰謀也好 我收到P.M. 問我有什麼解決方法 沒有 沒有 我想梁博士也記得我這樣說 走就走 走不了就硬吃了 你走又有哪裏是落土呢 這個世界真的沒有什麼落土 你只能夠 你問我我就覺得 不要被人煽動盲目做的炮灰 沒錯 這是最重要的 我實際上這樣說 如果我是一條馬一腦 我們都這樣說 我們這樣的年紀 說真的 死了一輩子不死了大半輩子 最重要就是 譬如你的下一代 即是你的下一代 你認識爸爸 或者認識媽媽 你都想你的子女好 你就要開始去計劃一下 究竟你現在不是為你去想 是為你的下一代去想 因為你的下一代 在這樣的情況 在這樣的環境 即是說他沒有聽 沒有運行 是不是 慘的 一定是 我們看到世界都是一個大變局 未來幾十年 很大變化 會的 你問我會變成怎樣 我都不敢說 即是你人口的問題 資源的壓力 有很多新東西會出來 人類的生態 甚至乎他們所謂的基因改造人 或者用機器去輔助人 還有AI AI這些東西 會發展得很快 沒錯 沒錯 在這樣的趨勢之下 你說要怎樣去做 我真的回答你不了 你說要教育下一代 學些什麼呢 有些東西可能將來 沒有用的了 舉個例子 我想這東西值得反思 可能30年後不用檢查了 電腦搞定了 沒錯 一個Porto 一個Porto 把你搞定了 你運動也是自動運動的 你需要什麼核數呢 沒錯 核什麼數呢 電腦一插個鍵 一按就已經知道 沒錯 即是沒有auditor 沒有audit firm 如果你想做假騙他 你一看大數據就知道你有問題 很難騙的 而且有時有些stat或data mining 基本上放了一些stream 你一旦輸入就知道 你會有問題 沒錯 那你還要測試什麼呢 測試什麼 即是我還是這樣的問題 我明白,很合理,所以將來小朋友選擇科大學,不要讀會計 我不是說不要讀會計,我只是提出一個問題 那你覺得是對的 我在這一集提出很多問題,我不是說一定是這樣 我們給大家反思一下,可以有另一個可能性 我只是舉出一些不同的可能性去想 我們就不會那麼容易掉到一個鑽牛角尖 因為世界真的很複雜,不是那麼簡單,用一個概念可以解釋 因為民主獨裁,所以就有衝突,不是那麼簡單 有哪一個國家的理督人,不是一個Dictator 或者一個集團,一個人怎麼能夠獨裁,你騙我嗎 一定是一個,你管不到的,你幾億人你怎麼管 有一個利益集團 一家人就管到,所以你說獨裁也是騙我,一個人怎麼獨裁 希特拉就可以了,希特拉也有一群人 有一群人是贊成他,跟他有同樣的信念才可以做得到的 說這些概念其實是很混淆的 人們被這些概念蒙蔽了 然後為了一個虛空虛幻的東西去做一些東西 但是那件事是虛幻的,因為衝突就很愚蠢,其實被人利用了 所以記住多看一看《佛法在世間》 最重要的是什麼?想想一下貪真癡 還有我不敢亂給答案,我是問問題而已 梁博士給大家多方面的思考,多方面的角度 讓大家再反思一下,究竟將我們的世界趨向發展,下一代如何適應 等於我們三十年前或四十年前,我們都想不到有互聯網這件事 想不到的 現在拿著電話,按個按鈕 好像現在我們正在做節目的 我按一個按鈕,全世界已經知道我們正在做節目 以前你哪有這樣的概念? 不要說什麼,我九十年代初在美國留學 那時候已經有學校正在用互聯網 內聯網,在學校之間 但也很慢 五十六K,28.8K 很慢,九日九二年的時候 28.8K,Dialup那些,有個Modem 互相之間聯繫,那時候也想不到現在會這麼快 現在5G,幾乎一秒,嘩,真是誇張 但有些資源的東西快不了,食物,水 這些你變不了魔術 除非人的基因改變,令他不用喝那麼多水 這是第一,第二,他們用一些在食物作手 但是你又要人吃了不死 可能你人又要改造一下 所以你作為一個管理人 很複雜 他去想這些問題,即是他去想這些問題很正常 我們作為平民想就是V1 但如果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甚至是科學研究者 他們去想這些問題,其實是很合理的 因為你有一個問題放在前面 我們不理,但他作為管理者或科研的人 他會放在你面前,現在有七十六億人 資源可以增長下去,會撐多久 這個問題立即要解決 林博士,在節目尾,我告訴你 我覺得這句話值得思考 上星期,我做完獨舞 你在我的Facebook看到,我們獨舞的朋友 不是吃宵夜的嗎? 某人出來,沒有說誰 有一句話,我贈給大家想想 越荒謬的東西,就越接近真相 不要再問了,為什麼 大家想想這句話 我再重複一次 越荒謬的東西,就越接近真相 我們在這句話,就完成這句話 想想 大家想想 OK,謝謝大家 我覺得不知為何 現場直播,可能我和梁博士 只顧著回答一些 check room 問題 我發現原來我們錄製 我們試試一下,偶爾不中 偶爾不用怕 偶爾不中 你們都立即 你的感覺良好 我和他的理念 可能大家 現在年紀一樣 或者接觸的東西 看的東西 不完全一樣 但他的看法和理念都相對 大家都留學 大家都知道 做些什麼 應該這樣說 這個世界 還有,我覺得 是好的 我和他是一個 很和諧之中 最重要的是 當然,如果是兩個極端 亦都有一些 所謂的chemical reaction 出來 但如果我們兩個 都同一個看法 我們兩個都分享 我們的view 給大家看看 究竟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這一集 都值得思考 看看究竟 我們偶爾想想 例如Solo 都可能會有一些 一個月一次 或者兩個月一次的 一些錄播節目 剛才我講過 因為有時做直播 我是很差的 一時都看著 check room 回答人 不知道在哪裡 但現在我們兩個人 聊天 思維清晰很多 而且會比較集中 對 剛剛想說 就比較集中 不要跳來跳去 看看你說什麼 如果說時事 即是很時事性的 可能直播會比較好 對 有些輕輕的 但可能有些探討性 比較多 沒有時間的 即是沒有即時要講的 沒有結論的 不會有論點 或者有一個結論 給你一些開放 對 這樣可能錄播會比較好 我覺得很建立 所以我答應大家 不要以為Adam偷懶 我覺得 正如剛剛梁博士所說 有些時事的事情 想讓你們即時知道 但有些其實 譬如今天說 可以 下個月說 也可以 或者甚至我們 給你們想想 記住 最後一句 想想 越荒謬的事情 就會越接近真相 究竟如何接近真相 大家想想 好 我們今集時間夠 我們到下個星期 或者未來 我不知道 答案 我們有的 還是 感谢观看